大家好,我是白丁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是钢笔图论的视频 作为第一个视频的话 我第一次讲的会是像你们看到这根笔 无印良品的长钢 因为无印良品有出过两根钢笔 第一根的话是短钢笔 就是俗称的口袋钢笔 第二根呢是现在看到这根长钢笔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 尺寸是这样子的 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子 大概是13.8厘米左右 现在你们看得到的 那如果是说 嗯 没有 如果是说那个插上笔盖的时候 对吧 插上笔盖的话会是这样子 我往后挪一下 嗯 对 你们会看得到 接近是那个 啊 16.1左右 16.1.2左右 厘米 啊 但是通常是这样子 我用钢笔呢 啊 因为我是一个黑色还有一个蓝色 所以我在这里贴一颗那个猫眼石 然后作为区分的 呃 一根我是用西 一根呢是这样子 我是用那个吸墨器的 会给大家打开 打开会给 会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另外一根呢是 就是平常做墨囊 那首先讲一下这根笔 这根笔 首先是整个是铝合金的 你们能看得到 对吧 呃 然后上面这里非常的薄 嗯 我打开 我打开一下这个灯给大家看 可能会看清楚一点 对 这里 对吧 非常细 呃 然后笔盖呢是这样子 上面的 握手是在这样 就是说一些 嗯 很细的凹凸纹理 摩擦力其实我感觉 不算特别长 但它整根笔的那个重量 重量比还是比较好的 最前后的重量平衡 那这个拔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用久了 所以不太好拔 因为首先你看到上面的很细 这里也是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笔盖 笔盖里面这样子 你看到 呃 一个塑料的 就一个 软胶的那样子 一个材质 这里的话还是铝合机 嘛 但你看到这个非常薄 那如果跟这个笔 我就这样子 盖上去的时候 其实 呃 不是很顺 呃 因为时间久了 其实一开始用的时候是非常顺的 有 时间用久就有这个问题 这根笔我用了差不多有三个月了 那用的笔尖的话 是那个 Smith 呃 一个德国品牌 对 给大家写一下 我把尺子拿住 拿笔的话是这样子 我通常习惯是 因为我还有别的钢笔 那我通常习惯是 这一个笔 笔盖 用就放在这 对吧 然后这一个笔 是这样子 食指是比拇指 要浅一点点的 然后这样子架在这样子放上去 架在虎口的位置 然后下面中指稍微顶一下 然后这样子写 笔尖往上 那现在你们看到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那个 钢笔的握 握钢笔的姿势 那笔尖是这个 哦 哦 哦 字不要抽 H M I D T 对 Smit 嗯 普通话应该是叫那个 斯密德 斯密德 或斯密特 是一个德国笔尖啊 然后 呃 笔尖上面 其实还是 你说粗也 不算特别粗 细也不算特别细 呃 无印的只有F尖的 没有别的 钢笔通常是这样子 如果是 最细的 EF 然后F 再下来M 最后 还有就是B 那如果像是Waterman 一些比较 其他品牌他会用L 那还有一些就是 呃 那如果是说 这边是欧标的 欧的 那欧标 然后日标是这样子 日标的话 呃 也是一样 但是呢 日标的F 它是等于 这样子 我们是这样子对比 就说欧洲的品牌 都会那个大一号 这样子 那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五印的比肩 五印的比肩是这样 呃 也是要把灯打开 给你们看清楚一点 来看到了吧 啊 smitt的一个笔件 你看到上面是没有写EF 或者F什么的 我给你们看看别的 别的比如说 嗯 我手上这一根的一个百利金 对吧 呃 百利金的话就是正常的 我这根是M205 呃 我把笔盖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嗯 诶 诶 镜头拍到 你要看到这里 这个地方 对 能看到吗 EF 在这里 应该是能看清的 对 所以说如果正常没有显示的话 它通常是只有一个规格的 那笔盖上面整 总体来讲比较轻 而且个人来讲 我偏向的整根笔嘛 就从 就这样子一根 就把笔盖拿走 刚好我偏向是 最好是13厘米或以上 这样子 这个地方糊口的位置 它是可以加得上的 但如果是说 呃 别的话 呃 太短了 那像Careco那种Sports系列的 它就没办法了 那 钢笔上面来讲的话 你弯的话 它没什么弹性 现在如果我往下用力压的话 对吧 那写的话 其实也算是 呃 比较好写的 就是说从一个入门钢笔来讲 还算是一家 一支比较好的钢笔 那现在给大家打 而且它 呃 拆开也非常简单 就这样子一拆 对 我平常用的是这种就是墨囊 我是很 我是两种都有用 当我这根是出门用的 你会看到就只有一把就可以了 然后平常这样子一插 它就ok了 那我这样盖上 它就可以用了 那相反的这根的话就是 也是一样了 没擦 也是一样不太好吧 你能看到 因为我买两支了 这个我 我印的 因为是德国笔尖 所以它是欧标的 欧标的话就是这个口径 呃 跟路标不一样 路标的话首先是这样子 路标的话 嗯 路标的 反正就最简单的就是 呃 pendium 啊 我评错了我肯定 不过大家懂的 pilot 嗯 还有那一个 siler 这三家也就是说那个邪乐 啊 我写字很丑啊 然后那个百乐 再下来就是白金 呃 日本这三主要的这三家干比 它的那个口径都是那个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别的什么平台 呃 但是白金的话 它是跟一个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无竹 跟无竹 它是那个 钢笔 像钢笔一样的毛笔 呃 欧标的话就很多了 比如说百利金啊 或者万宝龙 呃 威迪文 呃 还有那个 帕克 等等的 基本上都是共同的 那主要的差别就在这里 那 欧标的话 那所以说 无印是算是 比较少的一根 可以用这个 欧标默然的 我这个是那个 Caveco的那个 细末器 呃 看起来是比较精致一点的 呃 比起 Snyder什么的 那基本上的一个 大致的 简单的一个解说的话 就 关于无印钢笔的 就是这样子了 呃 谢谢大家 可不可以用这个 我先听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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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听说